作词 李宗盛 祝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 我们今天的课就是继续讲《大漠婆香论》 然后《大漠婆香论》一共有14个文答 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再讲第12个文答 我们继续讲12个文答 那么第12个文答它的基本内容 就是平时我们外在的功德 比如说绍香 白佛 礼 还有送金 赤宅等等 反正就是这些外在的 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修空心以外的 外在的这些修心 外在的这些修法 那么《大漠》诸师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去执着这些外在的这些修法 而就是要着重内在的 尤其是这个中空性的智慧 就是在讲一个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内容 那首先呢 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大家都是学大乘佛教的 这个菩提心呢 始终都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实际上这个我们如果是没有菩提心的话呢 就等于就是没有任何的大乘佛教的这个修心 因为所有的大乘佛教的这个修心 全部都是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呢 我们简单的说 我们就是首先我们要下定决心 要成佛 一定要成佛 有可能我们这一世也不能成佛 有可能呢 也许这个下一世 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佛 反正需要多长时间 我得要下决心 一定要奋斗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决心 这个特别重要 那发这个成佛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成佛呢 那为什么有那么重要呢 那就是度一切众生 为了度华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就是所以我要成佛 那么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呢 大家来学习 那怎么样成佛 成佛的方法是什么样子 那这样子就叫做这个菩提心 那这个特别的重要 那请大家好好的发菩提心 接下来呢 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课 那今天的课就是讲这个离佛 或者是磕头 就是开始讲这个 大漠婆相论的这个论里面呢 它就讲由立白者 立白者当如法也 立白就是离佛磕头 磕头也要如法才行 如法才行 不如法的这个磕头呢 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一定要这个如法 才可以当如法也 那怎么样如法呢 什么叫是如法呢 当然这个大墓诸师的这个层次 他的这种层次 就是一个很高的层面 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入法的这个磕头 那么我们比如说 我们像吴嘉欣啊 或者我们平时 我们这种磕头 是不是如法呢 那大墓诸师他会讲 这个都是不如法的磕头 不如法的磕头 他就会说 这种磕头呢 实际上就是下等更及的 这种磕头的方法 因为这是外在的一种磕头 实际上佛的真正的这个意义 佛陀的意义 并不是说我们用身体去磕头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接下来要讲这个 但是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磕当中 也就是在善的强调了 说明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普通人 也就是说我们初学者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没有证物的人 那我们就是因为没有 还没有证物啊 我们的层次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从这个层面来讲啊 我们就是外在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去磕头啊 那这个他也有他的功德 那他也有他的功德 这个也不能放弃 但是大墓诸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懂得 就是外在的这些 比如说身体的磕头啊 语言的这个持着啊 只懂得这一些 然后呢 不懂得这个内在的修行 尤其是不懂得这个修 无我空心啊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大墓诸师就觉得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是什么没有用呢 用是什么叫有用没有用呢 当然大墓诸师说的是这个成佛解脱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觉得是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成佛呢 就必须要真无空心才可以啊 因为我们外在的这个磕头啊 年轻啊啊 这个跟真无空心呢 先目前还没有一个直接的 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 他就说这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从我们没有真无的人的层面讲 有用的啊 为什么有用呢 虽然这个外在的磕头 比如说像我们五家心当中的这个磕头啊 跟普通的磕头是不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五家心当中的这个磕头呢 就是为了真无啊 就是为了真无啊 不是为了这个发财啊 升官发财啊等等啊 不是为了这些世俗的目的 而是为了啊 而是为了这个啊 真无啊 而是为了真无 所以呢 这种就是为了为了这个真无啊 作为目标啊 得啊 这个年轻也好啊 磕头也好 那么这些呢 大墓祖师 他也不会否定啊 他也知道 因为我们的 我们这个初学者 或者是我们下当根基人呢 那就是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证悟啊 这个也就是禅宗的这个神朽大师啊 后来的这个顿门和监门啊 禅宗的梁宗门啊 当中的这个监门啊 监门就是这样子逐步逐步的去 文思啊 积累福报啊 最后才能够这个证悟 那么这种人的话呢 因为根基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 因为我们的根基就决定了啊 我们的修行的方式啊 所以呢 对我们来说 这个都是很需要 但是呢 我们的这种磕头也好 松茎也好啊 这个也并不是说 我们啊 就是不需要这个证悟啊 我们就只需要这个直接 只去啊 这个追求啊 外面的比如物质啊 或者世俗的这些 健康啊 发财啊 那这样 如果是我们这样子目的的话呢 那这个当然也是不对 但是啊 不是啊 我们最终呢 还是为了 真心的本性 那这种 大魔祖师呢 他也觉得啊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 他的意思呢 我们在这个当中就是要 要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就我们这个下灯根基的人啊 就根本就不懂得 自己的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 空心是什么样子 反而啊 甚至对这些东西呢 都不感兴趣啊 只是求外在的这些 这个福报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魔祖师就觉得 这个是没有意义啊 他是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特别重要啊 这个地方的如法不如法啊 是这样子 那这个层次不一样 高层次来讲 这个不如法 但是呢 低层次来讲 这个就是如法啊 如法不如法也 是这样子 嗯 当如法也 那怎么样如法呢 接下来啊 大魔祖师告诉我们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如法是什么啊 他就说 必须离体内民啊 离体内民是什么呢 离啊 离这个字 啊 和下面啊 有这个 石 水 圈 扁啊 这个石 和利啊 这两个呢 在佛经里面呢 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两个字啊 啊 啊 离就是空心 嗯 然后呢 第三转法轮啊 第三转法轮啊 第三转法轮的角度讲啊 啊 离是什么呢 离当然是佛心啊 离是佛心 然后呢 然后呢 从密法的角度来讲啊 这个里面不是讲密法 但是呢 从密法的角度来讲 离是什么呢 离就是这个第二转法轮的空心 和第三转法轮的啊 词底啊 先是讲空心 再讲这个佛心 但是呢 实际上啊 这两个字 它是没有什么层次 也没有什么词底啊 它就是一个东西啊 一个东西 比如说一个银笔啊 那我们先是讲它的这个 这一面啊 再说它的另一面啊 描述的这个过程啊 它是有前后有顺序 但是实际上啊 就是一个银笔啊 是分不开的 同样的佛陀转法轮的时候呢 先说空心 然后再说光明啊 但是是不是这两个是 是两个东西呢 不是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 那么密法里面呢 就是讲这两个的 这个无二无别的啊 这个观点 那么在密法里面呢 这个叫做离啊 离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那实 实是什么呢 实就是我们平时讲的 这个世俗地啊 世俗地啊 世俗地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在二转法轮啊 当中 那实是什么呢 除了空心以外的 缘起啊 缘起的现象啊 缘起的现象 也就是说 有阴啊 有缘啊 有缘啊 银缘参省的啊 比如说啊 外在的世界 内在的这个精神啊 等等啊 这个反正这个 有阴有缘的这些 全部啊 都叫做实啊 实就是这样子 然后从第三转法轮的角度 讲的话 除了我们的心的本心啊 除了我们心的本心 佛心以外的啊 这些都叫做 都叫做这个实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从密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除了这个 明空双云的 这个本质以外的 我们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啊 这些所有的 这些世俗的啊 这些都叫做实啊 是这样子啊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可以这样子讲 离是什么呢 离啊 就是无畏 无畏法啊 实就是有为法啊 有为无为是什么呢 为啊 就是所作所为啊 那么有为就是说 有所作的 有所作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淫缘啊 和和的时候呢 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外面的世界啊 人的身体啊 人的精神啊 等等啊 都是淫缘和和 产生的 那么这个是 因为有淫缘 就是有这些东西 所以叫做有为法啊 无为 无畏就是啊 这个啊 没有任何的淫和愿啊 淫和愿啊 是没有任何的淫和愿 或者是说 没有任何淫缘 可以啊 让它发生变化啊 或者是产生啊 单身毁灭 这样子的 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啊 那准确的说 第一个就是空心啊 第二个就是佛心啊 除了这个以外呢 没有这个无畏啊 无畏法 所以这个利和事啊 这个特别重要 离 我们刚才讲的啊 离就是无畏法 离就是圣一地啊 离就是空心 离就是光明 离就是命空无变 然后时啊 是就是有为法 是就是这个时速低啊 是就是这个除了空心意外的啊 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空心意外的东西 但是呢 客观上是没有 但是主观上啊 会有这个不是空心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啊 对对任何东西啊 产生执着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在主观意识当中啊 我们把它这个人定为是一个啊 不是空心的啊 实有的 那么主观意识上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啊 客观上是没有的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叫做实啊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两个字啊 内容是要这个很清楚 然后这样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在说什么 首先说必须立体 内命啊 刚才我们讲了离啊 那这个上面呢 那这个上面呢 多了一个字 就是提这个字 但实际上呢 就一个意思 离跟离提 就是一个意思啊 立体内民 那内民是什么呢 内在的这个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啊 实际上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简单的说啊 就是要证悟啊 证悟 内在的证悟 这叫做 必须立体内民 意思就是说啊 必须要证悟 必须要证悟 如果不证悟啊 我们就是外在的这些磕头啊 这些没有用啊 我们磕了再多的头啊 念了再多的经啊 然后呢 做了再多的这个功德啊 这些都不能啊 让我们证悟啊 如果不证悟呢 就是不能不能成佛了 不能解脱了 所以呢 他就是说 实际上真正的这个离佛呢 首先就是要啊 就是要这个 证悟 那么这个 这种离佛啊 我们密宗里面呢 也有讲 密宗里面呢 就讲三种啊 离佛 三种丁力啊 神的丁力是什么呢 我们身体用身体去磕头 语的丁力是什么呢 语啊 我们去念这个磕头的啊 这些这些词啊 然后呢 醒的啊 醒的这个丁力呢 啊 在这个世俗地当中 当然是公斤性啊 但是呢 在生意地当中 这个叫做 见啊 见就是见解啊 人证悟的这个见解啊 见解的这个这个 这个磕头 丁力是什么呢 不是用身体去磕头 也不是用语言去念什么啊 就是真无 真无了以后呢 这就叫做 啊 这就叫做这个 这个 这个 丁力啊 这叫做丁力 这叫做 见 离 见 是什么呢 见就是真无的见解啊 见解的丁力啊 这就是密宗里面也有这么讲啊 那这个地方大摩讲的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大摩诸师呢 就是说啊 这个定力是什么呢 定力就是真无啊 真无了以后呢 才叫做定力 所以他说 必须啊 离体内明 是随权贬啊 权这个呃字呢 也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啊 佛经里面特别重要 权是什么呢 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啊 方便啊 方便法啊 方便法啊 他不是一个永久的 或者是最究竟的啊 但是呢 暂时用来啊 这个就是暂时可以用的啊 那么这个 这个实际上 这就是叫做 在佛经里面 这个叫做方便法啊 方便法 实际上权和对理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离和实啊 然后 然后权和实啊 实就是实在的实啊 真实在的实 实有的实啊 实有的实是什么呢 最后的 最永久的 最彻底的 也就知道就是佛心啊 然后权是什么呢 权就是不彻底的啊 不永久的啊 这个不是永恒的啊 就是这些 就是实俗的啊 那么这个权呢 虽然它不是永久的 但是呢 暂时是可以用的啊 可以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语言啊 语言啊 它最终呢 这个是 它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去证悟啊 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这个空性啊 没办法如实的表达 但是呢 没有语言的话啊 这个传播也是没有办法传播 所以呢 它也是临时是可以用的啊 那然后呢 我们的书本呢 等等等等 很多都是这样 这种东西呢 叫做权啊 这东西都叫做权 在佛经里面都叫做权 所以就是说 实 税 权 贬 就是说 这个世俗的万事万物 比如说我们磕头不磕头啊 松经不松经啊 然后就是供养不拱养 这些呢 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权 就是根据这个方法 方便啊 随着这个方便而变化啊 而变化啊 有些时候呢 需要念经啊 有些时候不需要念经啊 有些时候呢 需要磕头 有些时候就不需要磕头啊 那什么时候需要 什么时候不需要呢 那就是根据这个方便法来决定啊 需要或者不需要啊 这就叫做 是随权便啊 随着这个方便法而变化啊 那这意思特别 这个这四个字也特别的 这个有意义的啊 然后呢 后面有四个字呢 礼有心藏啊 这个要念藏 那礼有心藏 这四个字呢 就是有不同的版本 这个婆相论有不同的版本啊 有一个版本呢 就叫做这个大征藏啊 也是一个藏经啊 大征藏 那么大征藏里面呢 它的版本里面呢 没有这四个字啊 没有这四个字 那另外的版本里面呢 是有这四个字 但是这四个字呢 确实也有这个 也有很深的意义啊 那么它意思是什么呢 礼有心藏啊 是什么意思呢 礼我们刚才已经啊 前面已经讲过了 就是这个意思 有啊 心藏 行是什么啊 性或者藏啊 这个跟权有关系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的心的本性啊 如果有啊 上等根集的这样子的人的话呢 那就是要把这个礼 要传播啊 要讲啊 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上等根集的人啊 藏 藏就是不讲啊 不讲啊 也就是说这两个 也不仅仅是这个心和这个藏呢 不仅仅是讲与不讲啊 反正就很多很多的取舍啊 做或者不做啊 就是这两个 这意思啊 所以就是比如说 离有心藏 就是说离就是佛心和空心 非常非常深奥的法啊 那么这个深奥的法 我们 勇啊 或者不用啊 那么这个是有取舍的啊 啊 取舍的 也不是经常勇 也不是经常不用啊 勇什么时候用呢 那就是比如说 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根集成熟的时候呢 啊 然后就去用啊 这个行 然后呢 当我们的根集还不成熟的时候呢 勇也勇不上啊 所以就是藏 先暂时啊 不用 先暂时就是用 用这个像修四家心和五家心啊 先暂时就是 先暂时呢 就是不用离啊 我们先暂时啊 就是藏 藏就是先暂时啊 不做啊 先那不做做什么呢 做四家心呢 做五家心啊 做这些 然后呢 就是四家心 五家心等等 这些前面的这些修法 基础的修法 全部做好了以后呢 然后啊 这个时候呢 啊 我们可以 离有心啊 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可以去做 可以去修啊 那这个时候是行和仓 这个两个字啊 那么这个大正藏里面 没有的意思 这四个字没有的意思 为什么 没有意思呢 实际上这前面呢 誓碎全边 这个里面呢 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已经有这意思 所以可能是 没有没有讲 嗯 没有讲 但是誓碎全边 理由心唱 这样子讲的话呢 更加的 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清楚 所以呢 有了这四个字有 的话也就 就更加的清楚 把他前面的这个事情呢 啊 讲得更加的清楚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这四个字呢 我觉得这四个字也是 特别特别重要的啊 但是但是这个大正藏啊 已经包含了啊 那佛陆的这四个字呢 那佛陆就是 就将不将这个离体 就是将不将生一地啊 而佛陆就是要根据啊 大家的根据啊 大家的根据 讲或者不将啊 讲啊 那么就是心啊 不讲啊 就是藏啊 这样子 回如师宜啊 那这个内容我们知道了啊 以后呢 啊 乃明以法啊 这个再叫做法啊 这叫做以法 刚才这个前面呢 就是大摩说 啊 当辱法也 啊 什么叫做如法呢 啊 如果知道了这些内容啊 才叫做 以法啊 或者是如法 乃明以法 福啊 这个福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啊 就是这个古文里面呢 这福很多 他就是要表达一个 呃 开始啊 发这个 讲话 啊 一个这样的意思 嗯 利者 今也 什么叫做利呢 啊 利就是公经 今也 拜者 福也 啊 拜是什么呢 啊 拜就是 调服自己啊 调服自己 调服自己的 傲慢 啊 所谓 公经啊 就是公经 那么这两个 啊 我们公经什么呢 公经 真行啊 真行 真行是什么 真行就是佛心啊 佛心 嗯 佛心 呃 那我们比如说 呃 这个 拜佛的时候 啊 拜这个 拜这个 啊 铜香 啊 拜这个 尼鼠的香 啊 等等等等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香 那么 那这些香啊 实际上它是这个 它的材质啊 要不就是金属 比如说铜啊 啊 银啊 啊 等等 那要不就是 比如说 石头啊 拟啊 啊 木头啊 等等 那么就是这些了 没有别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拜这些呢 我们为什么要去拜这个铜呢 啊 为什么要拜石头呢 拜石 为什么要拜木头呢 啊 那实际上我们不是拜啊 啊 它的这个材质啊 它的木头啊 它的铜啊 不是去拜这个 啊 那拜什么呢 拜的就是佛的这个形象啊 那佛的形象为什么要去拜呢 因为佛的形象啊 外边我们看到的这个形象 实际上这个就是叫做佛的化身啊 那佛的化身呢 实际上也跟佛的这个智慧啊 佛的法身 是无耳无别的 无耳无别 所以我们啊 去拜这样子的形象的时候 佛的形象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我们真正的公经 我们真正的拜的 也就是佛的法身 佛的法身 那佛的法身 就是实际上就是啊 这个心的本性啊 我们的本性和空性啊 所以呢 我们公经的时候呢 真正的公经就是啊 公经真行啊 真心就是佛心啊 公经真心 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啊 平时我们的拜佛也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就不一样 大墓注释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去啊 这个白外载的啊 这种形象啊 要白 要公经的话呢 那佛就在自己的心中啊 佛就在自己的心中 佛不在外面啊 这个呢 是所有的大乘佛教 都是栽山的在在讲啊 实际上自己的心的本性就是佛 真正的佛就是心的本性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妖师佛等等啊 释放的这些佛菩萨 数不清楚的这些佛菩萨啊 实际上呢 都是我们的心的本性的一种线线啊 当我们的终生的这个福报啊 成熟的时候呢 然后突然间啊 就是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在我们的凡夫的这个世界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佛 那一尊佛就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 然后啊 当我们的这个福报啊 打不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呢 然后佛就圆基了啊 佛圆基了以后呢 再也不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福报啊 就是啊 就没有这样子的啊 能力啊 看到这个佛啊 实际上呢 佛他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 佛是没有生灭啊 没有生灭 佛也不会圆基 佛也不会单身啊 佛也不会单身啊 但是呢 我们的世界里面呢 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啊 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也不是因为佛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福报啊 所决定啊 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佛 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些都是这个外在的佛啊 那真正的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啊 要攻经啊 怎么个攻经法呢 比如说我们去磕头啊 丁丽是不是这样 不是我们刚才讲的 内在的佛 对我们内在佛的攻经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方法就是证悟啊 证悟了 这就叫做攻经啊 这叫做攻经 这是无上的啊 无上的这个攻经 无上的攻经 而取福五名啊 取福五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平时我们啊 我们把佛跟我们自己啊 分得清清楚楚的 花清界限啊 我们是终生啊 然后呢 佛就是佛啊 但这个这这种花清界限啊 这种分别啊 那么这个就是无名啊 现在啊 我们把屈服这个无名啊 那么屈服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是佛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就是取福了无名了啊 挑副了无名了 那么这前面不是讲了吗啊 他这个大摩祖师就是啊 刚刚讲过这个 他说啊 这个离啊 就是紧啊 离就是紧 那离是什么呢 离是我们真无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啊 佛 这叫做离啊 然后呢 拜是什么呢 拜这福也 富什么呢 就是挑副我们的无名啊 就是不要再啊 把佛跟终生啊 分得那么的清楚啊 佛就是终生 终生就是佛 这个当然是要有这样子的境界啊 我们的时俗人的这个这个层面讲 当然我们是终生是终生 佛是佛 但是呢 本质上讲啊 本质上讲 啊 那佛啊 就是啊 我们的终生的心的本性就是佛啊 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这样子以后呢 把这个这个分别年啊 断除了以后呢 这个就叫做啊 徐福 徐福无名 那这叫做白 白的意思 明为立白啊 这两个立和白两个意思就这样子 若能 那么这个立白呢 我刚才讲的就是密宗的啊 这叫做见白啊 简 我刚才讲了啊 再说一遍 简 就是见结啊 比如说我们空心间啊 光明间啊 就是真悟啊 那么真悟的时候呢 我们真悟了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 实际上这个就叫做拜啊 那这个拜我们不要以 不要不要不要理解为 拜就是我们的身体去拜佛啊 不是这样子 那这叫做礼拜 这个是最上等的啊 礼拜 最上等或者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啊 礼拜的方法啊 那大摩祖师讲的啊 这些都是这个前面也都一直都是这样子解释啊 他把所有的功佛呀 礼拜呀 全部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解释 那么这种方式解释行不行 当然是行 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啊 这个记载啊 大乘佛教里面都有博尔经啊 然后呢 密宗里面这种解释方法特别的多啊 所以呢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至高无上的啊 这个解释啊 但是呢 他是不是我们用身体去身体去拜佛 这个是不是完全就不如法呢 啊 刚才已经说了 也不是啊 也不是 这得要看这个层次 呃 名为礼拜 七相 即法相啊 啊 那么 这个礼拜呢 他虽然是没有外在的啊 磕头的 礼拜的啊 顶礼的这样子的相 但是呢 他有一个相啊 啊 那么他的他这个相是什么呢 就是法相啊 啊 法相 这个地方的法相呢 啊 就是说啊 这个正物的时候的啊 啊 这个空心和这个心的本性广明 这叫做法相 实际上啊 就是佛的法相啊 就是法相啊 只要有这个法相 就可以了啊 就是我们用身体去拜佛的这种相啊 是不需要的啊 不需要的 他有更好的相啊 有更好的相啊 就这个意思 嗯 呃 然后呢 大摩诸师说 还有一个意思呢 啊 师尊于灵 师宿 表千下行 啊 佛陀呢 就是让我们师宿人啊 就是啊 放下傲慢啊 为了放下傲慢啊 这个表啊 这个千下的性 然后呢 也让我们去礼拜 也有这样子的意思啊 这个是师宿的这个 这个礼拜 意味礼拜 那这个也叫做礼拜啊 实际上就是 呃 不仅仅是一个身体的这个动作啊 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呃 跪下来拜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放下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傲慢心啊 那这个就是表啊 千下的性 那这也是一种啊 礼拜 这一种礼拜 那么这种礼拜呢 也可以这么讲 比如说我们啊 这个见到了心的本心的时候 在这个本心的这个当中啊 境界当中呢 本来就是没有傲慢心啊 本来就没有傲慢心 所以呢 已经放下了这个啊 傲慢心 那这个也叫做表啊 前下心啊 这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呃 讲的是师宿的这个礼拜啊 这后面我们看得出来是讲师宿的礼拜 古徐屈腹外身啊 我们外面的身体呢啊 呃 就是要归下来啊 呃 拜佛礼拜啊 呃 那么这个就是 那为什么呢 它不是这个外在的这个动作很重要 主要是呃 十内功斤啊 主要是他表示内在的恭敬啊 呃 这并不是说外面的这个啊 呃 磕头的动作啊 呃 不是那么的重要 主要是他的表示啊 呃 这个身体的动作呢 就表示他已经放下了内在的啊 这个傲慢 然后就恭敬啊 那这是师宿层面上的这个礼拜 倔歪 倔歪啊 明雷 倔歪是什么呢 倔歪就是通过观察啊 通过观察 通过这个薄热的观察 通过中观的观察 然后呢 我们就觉悟了外在的啊 所有的东西都是入患入梦 都是因缘合合产生啊 这样子叫做倔歪啊 倔歪啊 倔歪呢 那当然是这个明心见性啊 正无的这个境界 倔歪 呃 行相相应啊 行就是本心 想啊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世俗的这些现象啊 呃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啊 学佛的时候的这些 呃 行动啊 举动 呃 那心就是本心啊 本心 圣意的 想啊 就是世俗的 相应啊 相应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证悟了啊 证悟了以后呢 还不秀这个证悟的这个呃 经界啊 然后呢 去做很多很多世俗的啊 磕头啊 供养啊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就是呃 呃 呃 本心和这个相啊 不响应的啊 呃 证悟的东西跟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呃 呃 修行是不响应的啊 呃 所以就是说呃 呃 要详应的话呢 呃 比如说你证悟的时候啊 呃 然后就是 已经证悟了一切都是如患如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这个供养也好啊 对这个磕头也好 对这些世俗的这个功德啊 都不执着啊 这样子才叫做这个 心相啊 相应 若福补心离法啊 如果我们不朽这个心的本心啊 这个地方的离法也是这个意思啊 离啊 离啊 我们任何任何时候就出现这个离 这样子的时候呢 除了我们世俗的比如说道离啊 啊 这些离以外呢 在禅宗啊 还有密法 还有这些里面呢 这个离啊 离体 离法 还有就是离啊 那这些都是指的是啊 心的本心 心的本心 也叫做如来藏啊 也叫做佛心啊 都是一个意思啊 不同的名词 那么呃 就是如果我们不朽啊 不朽这个啊 新的本心啊 没有真物的人啊 怎么修呢 那没有真物的人是 现在是没有办法直接去修 但是呢 比如说我们去磕头也好啊 利这个供养也好 做任何事情也好 就是应该是为了这个啊 为了这个目的修 这样子才对啊 要不然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根本就把这个真物就不作为我们的目标啊 目标就是一些世俗的健康啊 成熟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个啊 它当然是可以属于这个人天福报啊 人天福报的修心啊 但是它不是解脱到的修心 所以如果我们不修啊 这个空心啊 不修啊 这个光明啊 或者是新的本心 为直外求啊 直视执着外面的礼拜啊 功夫啊啊 这样子 那 那自方宗贪持啊 然后我们特别特别的着重外面的啊 这些呃 这个磕头啊 念经啊 等等啊 就 但是内在的自己的这些贪嗔持啊 根本就不惯啊 根本不惯 不文思 我们现在很多大多数的这些佛教徒 也是这样子啊 这个对佛是有一些 对三宝有一定的信心 然后呢 也相信这个轮回啊 因果啊 但是呢 就是不修 就是不修 这个空心啊 实际上也没有办法修 因为根本就 根本就不知道啊 虽然这个空心啊 这些都是佛教的最最最重要的核心部分 但是呢 很多人不知道啊 那没办法去修 那只有念念经啊 可可逃我啊 就只能做些这些方面 这也是没办法的啊 但是如果是啊 就是不修 不追求内在的真物啊 这是外面啊 只求外在啊 那就 那就是对解脱是没有用的啊 所以呢 啊 常为恶业啊 然后呢 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恶业 外籍空恶身相啊 那这样子的话 外面就是没有用的啊 经常求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嗯 诈贤以为啊 诈贤以为啊 以为就是举动啊 那么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欺骗的啊 欺骗的这个这个行为 物惨与生啊 我们对对生 对佛菩萨不懂得忏悔啊 然后就是兔狂与凡啊 凡就是凡 凡 凡 啊 我们这样子就欺骗了 狂就是欺骗啊 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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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凡 凡 对佛菩萨没有忏悔性啊 对凡 凡 呢 然后就是 这个就是因为 嗯 啊 就外在的这种各种 求各种各样的外在 就然后根本就不管自己的谈成词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啊 欺骗啊 欺骗终胜 是说啊 吐狂与凡 不免轮会啊 那这种修行呢 它是没有办法断除轮会 启成功德啊 那有什么功德呢 不可能有功德 所以这个大漠祖师讲的功德呢 啊 那就是无漏的功德啊 无漏的功德 那这些功德是肯定不会有的 但是这个功德没有啊 是不是等于没有任何功德呢 也不是 它有的世俗层面的功德呢 那当然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去供佛也好 磕头也好啊 从世俗的层面来讲呢 那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 这两个不能昏为一探啊 大漠祖师一直都是这么讲 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啊 当时的这个 这个 大漠祖师到这个 到这个中国来传法的那个时候啊 至少就是 那一带啊 的人呢 可能是比较啊 这个 比较比如说外面 求外面的啊 这种情况呢 比较普遍啊 到现在也是啊 我们佛教徒当中呢 真正就是求内啊 尤其是真武有几个啊 没有几个的啊 那么就是求人天赋宝的啊 那这些是很多的啊 那现在当然魔法时代是这样 那那个时候呢 可能也是这样子啊 那个 那个时候的梁无地啊 那么他也是 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呢 他也没有修这些 他也就是吃宅啊 修苗啊 就是这些 所以呢 那个时候大漠祖师呢 他也说 就是没有功德 没有功德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漠祖师也说 是没有什么功德的 这个啊 启诚功德 好 这以上啊 就讲完了 我们第十二个这个 第二十二个这个文端啊 那这十二个文端呢 特别的重要 我们最后呢 就是要归纳一下 有几个方面呢 大家一定要这个 忠视啊 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我今天再重复一遍啊 我们就是佛教的修心人呢 就是有两种极端啊 两个极端 那两个极端是什么呢 一个啊 第一个就是修啊 就是修啊 所谓的啊 这个空心啊 和这个光明啊 自成是修空心光明 但实际上修的是不是光明 谁知道啊 自成是修 自以为是修光明 或者空心啊 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小坎啊 或者是否定啊 忽略这些世俗的啊 世俗的福报啊 磕头啊 年金啊 残灰啊啊 等等 根本就看不上啊 根本看不上 他认为这些都是执着啊 没有勇的啊 那么就是去修啊 修这个空心 修光明啊 这个时候呢 这种人呢 如果真的是证悟了 那很好啊 那他修这个证悟就可以 这当中一切都包含了 但如果是没有证悟的话啊 没有证悟的话 就是像禅宗的 之前的这个大德门啊 讲的啊 这种一个心想的比喻 就是冷水跑石头啊 意思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证悟啊 只是心里什么都不像而已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 你比如说禅宾啊 这个修了一千年 一百年 也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这个结果 这就像这个 河里面的石头一样啊 河里面的石头 冷水跑石头 它有什么结果呢 没有什么结果的 只是 在禅宾的时候 大做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明显的烦恼啊 仅此而已啊 那他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特别特别的危险啊 因为他又不去做世俗的这些功德啊 然后呢 这个他 他以为的这个 这个 禅宾呢 这个空心呢 实际上也不是禅宾 实际上这是一个 世俗的 一个禅宾的境界 世俗的禅宾的境界 那么 这种禅宾呢 他的最高最高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境界 或者是他的最好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死了以后呢 就会生啊 就就投生到这个色界和物色界 色界和物色界 那就最高的 那个也是轮回啊 没有用的啊 还不如发个这个菩提心啊 处理心啊 所以 这是 没有用 没有用 这是一个 一个一个极端 我们平时很多的人也讲啊 这不就是我们做这么多干嘛呀 就是就念经啊 放生啊 还有做这么多事情 干什么呢 不就要全部都要放下吗 放下呀 不要去做这些 我们什么都不像啊 这种说法是非常非常危险 而且这种说法 或者想法是特别的普遍啊 普遍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汉传佛教啊 最后这个留下来的两个这个法门啊 那就是净土总跟这个禅宗啊 那么禅宗呢 啊 始终都是啊 强调放下啊 放下啊 那禅宗这个强调放下 当然是没有错呀 就是要放下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理解错了啊 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放下 那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大错特错啊 人家禅宗将的这个 放下是什么呢 他就彻底的看到了这个新的本性啊 我们刚才啊 前面就已经讲过了 他就是外决内明啊 外决内明了以后呢 他就知道这个一切都是如患如蒙啊 然后就是没有执着 不执着啊 自然也就没有执着了 所有的执着就自然就放下了啊 自然就放下 人家这样的放下就是这种放下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理解是什么 什么样的理解呢 什么都不像 这个就叫做这个啊 这叫做放下了啊 然后呢 我们自以为在大左 大左的生活 什么都不像啊 不要有念头 什么念头都不要 好的不好的 闪的恶的念头啊 那禅宗里面也有讲这个 不不不不死闪啊 不思恶啊 那那既然不思闪 不是恶的话 那就是我什么都不像了啊 那我闪我也不像 出力心菩提心什么 我也不去像啊 恶那坦承之我就更不像 那我现在有个什么状态 我什么都不像 就有个这样子状态 那这种状态啊 那这个就是 我们修这个 不管是修禅宗 修大圆满啊 修这个大手印 在藏传佛教密法里面呢 也有这个 也有经常都有批评啊 这种问题啊 这个讲的特别特别的多 也就是说 一定要高度重视 自己一定要分清楚 这两个的两个的差别啊 你没有真悟的时候 然后什么都不想啊 放下所有的这个念头 就是这么啊 大作和你真正的这个 真无了 看到了这个啊 这个外觉内明 然后呢 彻底的明白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舍 彻底的放下所有的这个 这个啊 这个啊 取舍 和你自己强制心的 不让自己去像啊 那么这两个啊 是 是 是很大的不一样啊 那这个特别重要 大家一定要 要要注意啊 那这是一个极端了 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呢 根本就啊 不去 呃 修这个空心呢 光明呢 啊 那目标 根本不是这个 目标是什么呢 通过求佛 佛祖的包佑啊 然后呢 啊 这个 通过做一些世俗的啊 这些 呃 新闪啊 然后就福宝啊 然后希望自己健康啊 长寿啊 等等啊 那么 这个呢 就根本就不去 不去文思啊 不去修空心 这是一个极端啊 这是这么两个极端 那 大摩祖师呢 当时就是啊 就是啊 为了 还行啊 为了还行啊 这一群人啊 走了这种极端的人啊 就告诉他们啊 离佛也不是离佛 这个离佛也不是这样子啊 公佛也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把全部这些世俗的 离佛 公佛 送金 全部否定啊 最后他自己来解释 解释什么呢 嗯 那么就是证悟的 这个心的 证悟了心的本性 那这就是离佛 这就是念经啊 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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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子 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需要啊 呃 呃 那么现在也是 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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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也讲过了啊 啊 呃 呃 藏传佛教里面呢 秘法里面呢 这个就分了三个呃 呃 这个阶段啊 呃 呃 这个阶段是我们从开始学佛到还没有证悟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寄遥文思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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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补的证悟啊 初补的证悟啊 这证悟的境界不算很高啊 呃 不太成熟啊 虽然是证悟了 但是呢 证悟的境界不是很高 那这个阶段当中啊 呃 这个阶段当中 然后就缺失啊 现在是啊 不年金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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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不做任何的这些世俗的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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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自己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啊 呃 呃 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 而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第三个阶段呢 呃 呃 就是通过这样子的这个专心的修心 然后呢 呃 把自己的证悟的境界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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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离神 或者是做一些世俗的福报 但是这些世俗的福报 世俗的这些山 行山 不影响自己的境界 不影响自己的空心的境界 这两个完全可以融为一体 同时可以精心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然后一方面自己修心 另一方面就是要弘法力胜 从今以后 从此以后 然后这两个都需要 这叫做附会双云的阶段 附会双云的阶段 后面都是这样子 这个密法里面 它要分这样子的三个阶段 实际上禅宗它也是这意思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要分清楚 否则的话 会走极端的路 那这样子特别不好 好 这一项我们讲完了 这个第十二个文档 我觉得这第十二个文档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绝大多数的佛教徒 就是没有机会去听这样子的 非常神奥的法 非常神奥的法 然后如果没有听 听不到 没办法去接触 没有这样子的教育 或者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那怎么可能有去真武的想法 需求 当然没有 那就只能求一些人天的福报 自然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 像大摩的这几个轮 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忠视 一定要忠视 这个大摩的这几个轮 跟大圆满的部分的内容 部分的内容 是完全是一样的 那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讲空心的 这个部分的内容 这部分的内容 不管是大圆满 大首音 这些都是密法 里面最高的这些法门 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模一样 特别的有意义 我们必须要就是好好学 学完了以后呢 要去绣 更重要的是去绣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比如说这大摩的四个轮里面 他把这些这个理论 虽然也不是很复杂 但是呢 也是理论层面的东西呢 讲得特别的多 但是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是特别具体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呢 比如说后来的这些 比如说残化 马头的这些方法呀 等等产宗 他也有一个这个修法 那么这些修法呢 没有在这个里面 没有在这个里面讲 因为为什么不讲呢 因为这个顿门 顿门就是顿武 顿武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 就一下子就恍然打武 所以大摩说是传这个顿门的法 顿武的人 那他就不需要用那么多的方法 就是一下子就证悟了 那么这种人呢 就不需要了 但是呢 后来的人 现在的人呢 就是我们是需要证悟 但是呢 这个当初的这种 像六祖悔能大士的这种 这种这种证悟的方式呢 在我们的身上是不关用的 那不关用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方法 那另外的方法呢 后来的这个禅师们呢 那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大圆们呢 大手艺呢 他们有很多很多密宗的方法 非常非常关用的 那禅宗他自己也有具体的 这个操作的方法 那这个是 在这几本书里面是没有 很具体的讲 不讲的原因 就是刚才讲 就是这样子 不讲的原因呢 当时的人呢 就这么几句话 当时六祖悔能大士呢 也是这样子 这个几句话就证悟了 那么六祖的这个 他的弟子当中呢 有很多人也是这么几句话 就证悟了 指点一下 当下就证悟了 所以当时的人 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方法 那后来就是 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是不一定 每个人都是这么好的根基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需要很多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呢 我们需要单独的去学习 好 这一项就是特别重要 这个十二个这个 第十二个这个文大呢 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我就是再三的就讲 我们不能不能不能走任何一个极端的路 不能多两边 必须要中立 中立 中立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 需要这个这个禅会 拜佛 然后呢 供佛等等等等 这些都需要 因为我们截足他们的力量 去证悟 这些都需要 特别特别的需要 然后呢 同时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禅会呀 这个供佛呀 皈依呀 发心呀 等等等等啊 全部的目标啊 全部的最后的目的呢 就是要证悟啊 把证悟作为目标 证悟作为目标 这一切都是为了目标 这个我们如心论当中啊 也不就讲了吗 如心论当中讲的这个六菠萝米当中的这个前面的五个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后面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就是证悟智慧 证悟的智慧 是要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修法啊 修心是 是是一个正确的路啊 这特别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讲第十三格啊 这个文大 文如问诗经说 温诗经这个就是 一个很端的一个一个佛经啊 那么这个当中呢 讲这个西语众生 活辅无量啊 西语这个文诗啊 文诗是当时的一个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桑拉 方一样的一个 即使可以这个 西语 又可以安摩推拉 等等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 这个方物啊 怎么去修啊 然后呢 里面需要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条件 那这个方法呢 在截律里面啊 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佛经里面讲得特别清楚 这个文诗啊 我们怎么去 什么去这个 修啊 包括他的下水岛等等 这些修法全部都是佛 讲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文诗是这样子 这功德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 比如说我们去修文诗 供养给 这个僧众 这个功德是无量的 所以因为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呢 就是可以这样子讲啊 就是我们佛经里面呢 那有一个这样子的离子 比如说 有一个人呢 他就是就就故意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的父亲和母亲 那等于就是造了两个五五间罪 造了两个五五间罪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这个罪过就已经是相当的严重了 那么这个人呢 后来就夺地狱 但是夺地狱呢 就只夺一秒钟 一秒钟 第二秒钟的时候呢 他从地狱出来了 那么那后来就是说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为什么呢 就是就造了那么严重的罪啊 那他为什么在只夺一秒钟这样子的时间啊 是什么原因呢 然后呢 他啊 就是曾经给这个僧众啊 修剑 这个文士啊 语识啊 那么就是这个功德啊 有一个是这么讲的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文斯 这个文士或者是这个西语方啊 他的功德是相当相当大的啊 这个给僧众供养的这个功德 是当时是这样子 那么所以呢 因为这个佛经里面将他的很大的功德啊 所以他把专门把这个拿出来说 给大摩祖师文啊 那不是这个西语方的这个功德很大啊 那这个关心跟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问这个问题 西语忠诚 活辅无量 词子 拼于识法啊 识法是什么呢 识法就是世俗啊 世俗当中的 比如说修剑这个文师 然后呢 供养给僧众呢 这些都是世俗的啊 都是世俗的一些事情 那么他的这个功德呢 就是来自于啊 来自于这个世俗方面的啊 择平于识法 就是说这些都是来自于识俗的 功德舍成啊 这个舍这个字呢 就是功财啊 这意思 财用啊 这样子的功德啊 就是依靠这个世俗的 这个西语方啊 或者这个文师啊 才有啊 这样子的功德 那这个并不是什么 生一地的 这就是世俗的 世俗当中的这个啊 这个文师 有这样子的这个功德 功德舍成 若未关心啊 那只关心啊 自己的心 不去做这些的话呢 可相应乎啊 那这两个相不相应呢 这个某 有没有什么冲突矛盾呢 啊 然后就是答 然后大摩诸师呢 又开始说啊 这西语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世俗的西语 他有他有开始啊 这个到这个心的 这个本心的层面去揭示 啊 西语终生者 费时间有为是也 啊 他就是说 是啊 是佛经里面 是讲了很大的功德 但是这个佛经将的这个文师呢 不是这个世俗的文师 啊 那不是世俗的文师 是什么呢 啊 就是开始解释了 那 师尊常为助弟子 说文师经 这常就是曾经啊 佛师尊呢 曾经啊 为弟子们 说 说了这个 文师经的这个 这个功德 啊 与灵 受车 习欲之法 啊 佛陀就是希望大家 去受持这个习欲 啊 嗯 但这个这个是他的意义呢 他不是这样子啊 他这是一个比喻而已 他说 大摩祖师说 这是古 家 世事啊 就是皆家这个世俗的东西 与比喻 正宗啊 比喻 他真正的含义呢 是另外一个啊 他真正的意义 应说 七世啊 他这个当中呢 就是不太明显的啊 就说了 其中 公养啊 公养公德 那这其中是什么呢 明说和银说啊 明说是什么呢 明说是世俗的这个 呃 文士 那应说 是在这个背后的 其他的意义啊 嗯 七世云和啊 那么这个 这个其他的应说的 他的另外的这个 这个荣义啊 另外的意义是什么呢 啊 就是说 呃 这个文士经里面呢 就讲了七个啊 七个条件 或者七法 一折 紧水啊 这个 干净的水啊 这个文士里面需要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第一个就需要干净的水 二折啊 烧活啊 这个当时都是这样子 没有点啊 没有其他的 就只有烧活啊 啊 来热水 嗯 然后散热 枣兜啊 枣兜就是 黄斗 还有其他的兜类磨成坟啊 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 这个沐浴也啊 它就是一种坟啊 沐浴坟 然后呢 再加人的话呢 这个里面会加一些响料啊 然后出家人呢 这里面不加想聊的 那么实际上这 这些都是都是一样啊 那当时的沐浴勇的 呃 枣兜 然后呢 四指杨智啊 杨智 杨智是这个是当鸭刷的啊 当鸭刷勇的 然后五指金回啊 金回后面有将 六指苏稿啊 苏稿也后面有将 七指内义啊 啊 那么这七个啊 佛明显啊 说的就是这七个了 这个文师里面呢 就需要这七个条件 嗯 这是明说的 然后呢 实际上 这是 这都是碧欲啊 它不是真实的 这是碧欲 大摩祖师说 这都是碧欲 嗯 不要离 不要离结为水啊 不要离结为烧火啊 不要这个离结为早都 不是这些啊 嗯 那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大摩祖师说啊 啊 以此其时 予予予以其法啊 真正佛陀要讲的 就是后面的其法 那其法是什么呢 一切终生 由此其法 沐浴庄严啊 这个 这所有终生 需要用这个其法 来沐浴自己啊 呃 呃 能处 堵刑啊 堵刑就是烦恼 嗯 堵刑就是烦恼 无名 苟回 七 七发者啊 那这七发是 是哪七发呢 啊 首先第一个 一者 为经节 悉当 千费 啊 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佛明显讲的是 明所的是水 根经的水啊 阴水 阴所的 或者这个背后的意思呢 啊 不是水啊 不是水 那是什么呢 就是净节啊 经节 清经的节 啊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三聚经节 不是讲过吗 那菩萨节啊 菩萨节 菩萨的三中节 用这个三中节 来习当 啊 然后呢 习什么呢 千费 千费就是罪国啊 这个这个果实啊 那么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果实啊 要清经 那这个清经是用什么东西来习呢 啊 不是用水来习啊 而是用这个散举经节 我们之前讲过的 散举经节 也就是清净的节啊 用清净的节来习啊 这个浅飞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啊 罪国啊 那就佛的意思就是这个啊 并不是用水的啊 这个用水来习 实际上大漠诸师是怎么讲 实际上是佛用的是水 佛讲的就是水啊 但是大漠诸师的 他的这种解释方法 一直都是这样子 他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去执着 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当时的 比如说有些有些人呢 他就自己不修行啊 自己也这个 这个啊 不这个不文士啊 然后呢 他认为呢 我给僧中啊 就秀一秀一个这个文士啊 这样子我就解脱了 有这种想法 那大漠诸师呢 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 就是说啊 不是啊 这个不是水啊 不是也不是用水来吸什么东西啊 就是用静节来吸藏钱费啊 是这么讲 但是呢 那我们从世俗的层面来讲的话 那确实是水啊 当时佛讲的 尤其是佛在这个戒律里面讲的 就是用这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个啊 西渔房啊 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木渔房啊 他不是他们 他跟这个心的本性是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就是当时的僧众啊 他们用的一个 这个就就相当于桑拉房这样子的 这个啊 西渔房 这是确确实实是这样子 但是呢 大漠诸师就是为了 就是大漠不 这个就不叫婆相论吗 有些人就是对这个啊 七个啊 这个条件啊 具备七个条件的这个西渔房 有些人就这个功德特别执着啊 那大漠诸师呢 就是为了大婆啊 这些人的这种执着啊 那实际上呢 那这个也是 也有这样子的世俗层面讲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啊 雨时啊 牧雨的这个雨时 这个也是有这样子的世俗层面的功德啊 嗯 然后就是说 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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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水 做竹尘啊 就像 清净的水 来洗啊 竹尘垢一样 啊 这是比喻 二则 第二 就是 有时大漠诸师的揭示是这样子啊 二则 只会 观察 内外 用指挥 来观察 啊 外面的世界 身体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啊 观察 犹如 燃火 能闻 尽顺啊 那么这个就像 这个烧 这个烧火热水 啊 一样 这也是一种比喻 大漠师说 这也是比喻啊 不能直接理解为火 啊 他说 这不是火 啊 实际上就是智慧 嗯 三则 分别 见起 诸额啊 啊 散 第三呢 就是我们啊 断除啊 所有的这个 这个罪业 嗯 所有的罪业 犹如灶斗 能经 够腻啊 有这个灶斗的话呢 就像 沐浴液啊 一样 这个是个沐浴粉 那这个沐浴粉呢 它可以这个 洗掉身上的这些 水啊 洗不干净的 这些油啊 啊 就是这些啊 沐浴 嗯 嗯 这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实际上 就是断除啊 断除罪恶 啊 这个意思 然后四指 嗯 真是断除王相 啊 就是 把所有的王相啊 啊 断掉 嗯 断掉 断掉所有的这个王相 有如 扬直 啊 弄尽口气 扬直 弄尽口气 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压膏压耍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压膏这个在戒律里面没有提 但是压耍啊 就是当时就是扬直啊 的一头啊 首先是要交税啊 交税 交成交篮 那交篮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压耍一样 然后用这个来啊 啊 疏口啊 疏口 然后这个呢 是这个刷牙啊 刷牙刷 疏口 呃 当时是这样子啊 当时是这样 到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啊 印度 尼泊尔当 当时都是有 很早很早 以前呢 就是在 那个 呃 尼泊尔的那个 南比尼的 那个旁边啊 佛陀单身旁边有个小镇 这个小镇上 我看到 早上有两个人 就是用这个啊 用这个来吸一些 这个 刷牙啊 因为当时 这个时候 佛陀的时候 没有压刷牙膏啊 但现在啊 因为是他们的风俗 现在也没有 这个这个传统啊 到现在也是 也是没有变 当然可能城里面的人 可能不会这么做了 但是呢 有些地方还是用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 这个方法呢 呃 那个 截律里面的 讲了 讲了很多 比如说 这个啊 用怎么去 搅啊 然后呢 需要用什么样的 呃 东西啊 然后这个 最后呢 这个 用完了以后呢 这个也不能乱 乱认啊 这个怎么去处理 呃 这个截律里面的 关于这个都讲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啊 呃 呃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啊 这就是疏口 用压刷 用当压刷用的 呃 颈 口齐 物责 那 无知 真信啊 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就是真信啊 真信 呃 真信就是行星啊 对三宝的这个行星 决定无疑啊 我们对这个四生敌啊 对英国 对轮回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 呃 怀疑啊 呃 犹如金灰啊 犹如金灰啊 犹如金灰抹神 帐风啊 啊 那这个这个 这个金灰是什么呢 金灰就是抹身体的啊 嗯 这个西域完了以后呢 抹身体啊 抹了身体以后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为了防止啊 身这个 寒风 寒起 呃 进入这个身体的 因为 印度这个中部 比如说像布提盖啊 这地方虽然是很热的啊 夏天特别特别热 但是呢 冬天呢 就是当时佛陀啊 他们都不在印度的这个南边呢 他们都都中部和这个 这个背部 那这些地方呢 以冬天的时候呢 节旅里面都有这样 这个冬天这个风一刮的时候啊 像珠子 呃 都会裂开的啊 这风很大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为了防止寒起啊 如泪啊 就是用这个金灰啊 用这个来抹身体用的 嗯 这就是啊 抹身张逢 然后柳折啊 柳折为柔和啊 那第六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柔和 忍辱 干熟啊 感熟也就是实际上 也就是忍辱啊 干熟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 呃 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呢 呃 或者是别人的这些啊 一些不公平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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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时候呢 呢 我们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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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啊 呃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 化解呃 呃 呃 这些问题啊 呃 不像想世俗这样子啊 呃 就是去抱怨啊 仇恨啊 呃 呃 这样这个叫做叫做干熟 还有就是这个啊 等等啊 都是讲得特别的清楚 当时就有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啊 呃 铜轮 就是身体的这个啊 呃 每一个部位啊 都是这个用这个膏啊 用酥膏啊 呃 来这个滋润 呃 滋润皮肤的 呃 铜轮皮肤 然后呢 就这七个啊 这七个是这个母语房啊 里面呢 就是需要用这七个 用这七个 嗯 然后呢 也有按摩推拉 这些 这些都有酱 呃 那这 它的这个条件是必须要具备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啊 全部具备啊 然后呢 修一个这样子的这个 于是啊 供养啊 生种的话 那么因为那个时候 生种就很 呃 很缺这些东西啊 所以呢 就是因为生种就有些皮肤病啊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 因为就 就寒气 就是如雷啊 等等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他们平时就不能闻死啊 不能修心啊 就是很多这种情况啊 所以呢 就给供 供养给这个生种的话 那么 他们解决很多这些啊 这皮肤病啊 还有很多这些事情就可以解决 然后解决了以后呢 他们可以安心的可以闻死修心 所以这个功德是无良的 这个功德呢 呃呃 从世俗的当中讲啊 完全是有 有功德的啊 但这个呢 大魔啊 他也不会否定 这是佛说的 大魔诸师也不会否定 但是大魔诸师呢 他 他就是为了 为了让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执着啊 执着这些啊 所以呢 他就是 呃 主要是他强调啊 这个另外的启发 那他不直接讲水啊 火啊 苏高啊 他不会直接 不会讲这些 他就说这些都是碧欲啊 这都是碧欲 那么这个碧欲的后面呢 呃 是什么呢 那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忏欲啊 知欲啊 就是这些 嗯 啊 然后 其者为 呃 呃 其 其者为参愧 呃 回诸恶也 呃 然后呢 就是 参愧啊 就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 诸恶之前的 所有的这些恶也 呃 全部忏悔 然后 有辱 利益啊 这就像利益 哲 愁心 体啊 这个就是哲 呃 利益 就是哲 愁心 体 呃 就是这七个了 那么这七个啊 是呃 语诗里面要具备的七个条件 但是大摩说啊 这些都是一个比喻 如上其法 是经中秘密之一啊 就大摩诸是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解释呢 呃 佛经里面 呃 他明显是没有讲这些了啊 呃 他刚前面也不就是讲 讲了吗 他只是 这是应所欺发啊 他不是明所欺发 是应所欺发 是 是佛经中的 这个秘密之一 啊 秘密之一 解释为主大臣 理根者说啊 啊 那么这个明所欺发和应所欺发 明所欺发 啊 就是啊 就是这个顿根的人啊 啊 跟下顿根基的人啊 通过这样子的福保啊 积累这样子的福保 然后就是忏悔自己的追过啊 跟僧中 给僧中供养这样子的啊 于是呃 然后呢 积累自己的福保啊 那下顿根基的人是是这样子 但是上顿根基的人啊 上顿根基的人呢 就不是这样啊 上顿根基的人不能这样子理解 上顿根基的人呢啊 就是这个应所欺发啊 明所的欺发是下顿根基的啊 这个呃 防法和福保 然后呢 应所的欺发啊 啊 那这个才是这个大臣的 里根的人啊 他们的这个理解 你跟着说 费为少值下列 方夫啊 少值下列啊 他们是理解不了啊 这些这个内容 那么他们呢 那要理解什么呢 他们就理解这些明所的欺发就可以了 呃 那不仅仅是这个文师经啊 前面这样的大摩讲的第十二个这个文答里面 这样的这些解释方法呢 也都是一样啊 都是这个大臣里根者啊 才可以这样子理解 然后呢 这个嗯 少值啊 只会不搞的啊 啊 根基啊 这个下等等 那么这样子的凡夫呢 啊 那就不能这样子理解啊 凡夫呢 就是理解为这个明所的这七法 就可以了啊 前面的后面前后都是这样子理解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啊 尽人啊 尽人啊 尽人 尽人 无能 呃 接物啊 现在的这个人呢 呃 就是很多都是 他说很多都是 是瞎等根基的啊 他们是没有办法啊 这个理解 这些啊 他们就理解为水啊 烧火呀 沐鱼啊 这是这些外在的啊 他 他们不知道这个内在的意义 嗯 那 绝大多数的人呢 就是认为是外在啊 的这些习语啊 然后呢 不知道他的内在的真正的这个含义 嗯 其 吻识者啊 啊 己身 食业啊 啊 实际上这个吻识 你嘛 就是不要以为是一个 西语坊啊 桑拉坊 这样子的外在的东西啊 大墨识是说 这吻识是什么呢 吻识就是自己的身体啊 吻识本来就是自己的身体 嗯 所以燃 智慧火啊 这个火呢 呃 也不是啊 这个外在的火啊 这个火就是智慧的火 智慧的火 然后问经节汤啊 汤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是水 然后呢 烧火热睡啊 这也不是烧火热外面的水啊 实际上就是节 散聚精节啊 然后沐浴 沐浴是什么呢 不是沐浴啊 用这个沐浴炉来啊 吸这个身体上的 外在的身体上的这个无垢啊 就是说 那吸什么呢 啊 沐浴身中正入佛形啊 这是吸这个佛心啊 嗯 吸佛心 那佛心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啊 遮盖这个我们的佛心 啊 让不让我们看到 所以就把这些佛这些这些啊 这个啊 不让我们看到佛心的这些障碍啊 把这些障碍啊 吸掉啊 就是这个意思 手持齐法 以字 庄专碍啊 这个齐法呢 是硬锁的齐法 这个齐法就可以装焉自己的佛心啊 自己的佛心 吸得干净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开悟了啊 民心渐心了 所以就是啊 壮严自壮严 当日比求 从明上至啊 当时佛陀降发的时候的 这些比求啊 这些比求 那么他们都是 很从明的啊 是上等根基的人啊 所以呢 他们呢 皆无胜疑啊 他们这个时候就是 就立即就知道了佛陀的意思啊 佛陀的意思 如说修心啊 功德成就啊 那么他们呢 就是了解了佛的真正的意义 这样子修心啊 最后就是功德成就了 去等神国啊 他们都证悟了 他们都证悟了 这个僧人的果为 这是国取的人 那现在的人呢 啊 就不知道 就是把这个 就于是就当做一个 这个啊 外在的啊 于是啊 然后就是这样子以后呢 就不知道佛的内在的意义啊 尽是终生 磨刺七世 就是没办法知道 他的真正的意义 扯不出来啊 佛也不会 直接将佛也不在啊 自己去扯啊 也就扯不出来 然后呢 嗯 啊 就是 然后就讲 实践水啊 习 挚爱神啊 用实践的这个 外面的水啊 就是用这样子的 普通的水 来习啊 挚爱 就是无止啊 无止的身体 无止的身体 滋味已尽啊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他们就觉得 我们已较封心了啊 佛陀就是让我们戏啊 我们就戏了 那就是这样子 以尽 其非无业 这个怎么不是无界呢 是完全是无界 达摩祖师说 却真如佛心 呃 废师凡性啊 真如佛心呢 他没有我们这种 凡夫平凡的这个形象啊 烦恼成沟 本来无相啊 烦恼 他没有这个啊 本来就是没有相 那没有相呢 怎么用水来吸呢 啊 洗 没办法洗的 嗯 其客将 致爱水 洗无畏胜啊 致爱的水呢 怎么能够吸 无畏的这个身呢 无畏的身就是佛心啊 佛心 外在的这个水 物质的水 怎么能够吸啊 这个无畏的佛心呢 啊 那当然不能吸 当然不能不能吸啊 是不相应啊 这个就是不相应的 云和悟导 若于 云和悟道啊 什么是悟道呢 若于圣得经者啊 如果通过这个悟导啊 通过悟导 希望把自己的身体得到情经的啊 这样子的人 他应该怎么去看呢 但管此身 本应啊 谈于啊 他们呢 淫荡啊 管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的身体啊 物质的身体洗 是洗不干净的啊 外面洗干净了 里面也就洗不干净 或者是说外表洗干净了 但是它的本质是没办法洗的 本质是没办法洗 所以就是说 本应啊 谈于不尽所生啊 一个是谈于啊 另外一个就是父母的这个紧暖啊 这样子当中所产生的 嗯 啊 愁慧片天啊 这个就是 内外全部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肮脏的物体 对积在一起啊 这个片天就是对积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啊 神体 那么这个身体呢 用水洗啊 从世俗的层面来讲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啊 洗得干净的 内外充满啊 内外都是这样子的这个酬慧 就是这肮脏的东西构成的 所以呢 这是没办法洗的 若洗此生 如果我们系这个物质的身体啊 想得到清净 想得到干净的人啊 那么有辱 洗 钱 钱 钱是什么呢 钱就是这个生垢 啊 勾 生瓦的这个狗 这个 如 如钱 欠净 方净啊 比如说我们就是挖了一个很啊 很长的狗 很深的狗 然后用去洗 用水去洗的时候呢 啊 就是 刚刚把水倒到这个底狗里面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这个狗里面都是泥土啊 所以呢 水就立即就 啊 弄脏了 那反而水自己就变成这个肮脏的 没办法洗的 因为这个里面全都是泥土啊 只有这个钱或者这个狗没有的时候 就就就就才啊 洗干净了 只要有这个狗存在 没办法洗的啊 因为这狗里面呢 全部都是就是泥土啊 所以呢 这没办法洗 只要没有这个狗就洗干净啊 说就是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所以这就是说啊 啊 它是我们用水来洗是没办法啊 洗干净 欠净就是啊 这个狗没有了啊 啊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他说的话呢 命至西外 非佛说也啊 那么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 就知道啊 佛说的呢 肯定不是啊 这个洗外面的这个身啊 应该是 刚才大摩 就是啊 他自己的这个解释啊 应该是这样子啊 这个啊 我们如果以观察的话呢 当然每个人都会知道啊 他的这个 真正的意义啊 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上面呢 我们也就是刚才讲了啊 我们再这个总结一下啊 那这个大摩诸石 为什么怎么将呢 那明明是佛讲的 是世俗的啊 物质的一个雨时 物质的水 物质的火 来这个把水加热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洗我们的这个肉质啊 就是这样 明明是这样子的啊 那而且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佛经里面呢 就是讲了很多他的功德 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修剪啊 这样子的文师 这些都是讲得很清楚了啊 明明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大摩诸石啊 非要这样子去解释呢 那么这个问题上面呢 我们又把这个层次分清楚啊 这个实际上我们这样分呢 也不是我们的意思呀 大摩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了啊 那么这个当中呢 就刚才前面讲啊 戒使啊 戒使为助大乘里根者说 那么这个都是大乘里根者 就要这样子理解 非为少之下列凡夫啊 那少之下列凡夫怎么理解呢 那就是理解这个啊 这个文师呢 就是一个余式啊 然后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水就是火啊 就是这样子 就是五质的水 五质的火啊 并不是什么智慧啊 等等啊 都不是 那么这两个呢 是不是矛盾呢 不矛盾啊 这两个是我们不同的 这个层次的人的不同的这个理解 如果我们证悟了啊 证悟了这个空心的话呢 既证悟了空心 又把我们的证悟的空心 还没有达到很高境界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佛的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文师 修文师修建一个文师 供养府 供养僧众啊 这个功德无良 那么这个功德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理解为啊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 这个余式是 文师是我们的身体啊 燃烧呢 燃烧的不是火 是智慧啊 然后要吸 吸的东西呢 不是这个身上的有 吸的是这个烦恼 最恶 那所以我这样子大做 实际上佛讲的功德 一切都在 我自己的这个境界当中 已经包含了 所以我继续大做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啊 那他就可以放心的 可以安心的 可以去大做 这当中呢 已经有了 那个时候他不需要 我就是吧 先暂时这个啊 放一放这个大做 我要去建一个 这个文师啊 供养跟圣众 因为这个佛说 很大的功德 所以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啊 他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了 他这个时候呢 身体就是文师啊 然后呢 智慧就是祸 他可以这样子理解 那么对这种人来说的话 可以这样子理解 然后如果我们还没有证悟的话呢 还没有证悟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佛讲的这个文师啊 那就是理解为真正的一个细与方啊 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那就是要建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文师啊 然后里面的这些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全部东西啊 条件啊 准备好啊 然后呢 把这个供养给这个僧众啊 那这个功德是无量的 所以这两个啊 结实的方法是不一样啊 结实方法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啊 那么我们这两个当中呢 我们应该做哪一个呢 啊 那么当然了 我们现在如果是没有证悟的话 我们现做啊 这个师傅层面上的这些功德啊 然后他的目的呢 啊 就是大道 为了大道啊 这个就是把我有一天 把我自己的身体当做文师 用智慧的水啊 来用智慧的火来啊 这个啊 这个烧水 然后用这个水来吸尽啊 自己内在的这个这个烦恼啊 那最后的目的是可以这么做 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这么做了 所以呢 就是以世俗的功德啊 为主啊 然后呢 这个生以地的啊 这些呢 就作为我们的最后的目标啊 最后的目的就可以 现在就是显阶段 是没有办法去做了啊 是在在这个实际的这个修行当中呢 啊 可以这么做 啊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对这些啊 比如说文师啊 还有文师里面的这些水呀货呀 那这些东西啊 也就也就就是不能啊 这个去执着 执着就是说 不要把这些东西啊 当作是真实的啊 也要知道这些都是如幻如蒙 啊 如幻如蒙 那不要把这些文师呀 这些呢 水呀 火呀 不要当作是实有的啊 真实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啊 也是一个婆相啊 这些都是婆相 所以大摩族是要婆的这个相啊 就看起来这里面讲的这些这个这个相呢 主要是啊 这些人特别特别的着重这些世俗的功德啊 世俗的功德 然后呢 生意的这个空心呢 心的本心呢 啊 就是根本就不甘心取啊 啊 或者是根本就不懂啊 只懂得去做一些这个世俗的啊 这些功德啊 然后呢 大摩族是就是针对这些人啊 就说啊 佛讲的这些都不是这个意思啊 佛讲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啊 就是这么这么讲 那意思呢 啊 就是为了还心啊 这些人啊 就是告诉他们呢 就不要啊 这样子一直都执着这些外在的 或者是一直都执着这些世俗的功德啊 这些世俗的功德 不要太多的执着啊 那大摩的意思呢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理解是特别重要 这个这种理解的方法呢 不仅仅是大摩婆相论的理解方法 解释方法啊 整个的这个大乘佛教啊 显宗的密宗的啊 全部啊 要这样子去理解 那这个是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走一个中立的啊 路啊 中立的路 我们不走两个极端啊 中立的路 这样子是特别有意义的 然后呢 证悟的这个境界已经是很高了啊 然后呢 根本就不会就这些世俗的这些事情啊 就是根本就不影响自己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 然后啊 就我们刚才也讲了 就是这个啊 就做啊 很多浮回双云的这样子的事情啊 自立立塔 这样子的话呢 也有不影响自己的修心啊 同时呢 也可以离异啊 更多的终生啊 所以这些都要这样子理解啊 这是禅宗的一个最大的啊 最大的或者最危险的啊 最危险的地方啊 不仅仅是禅宗啊 大圆满的或者大收音的 他们的最大的无趣啊 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就是看到一些这样子的文字的时候呢 然后就觉得啊 原来这个我们都理解错了啊 比如说公乡 我们以为这个公谈相啊 公成乡有公的 完全原来完全是啊 错误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公书有灯啊 公咸花呀 我们以为是公佛有功德啊 原来大漠一寿啊 这完全是我们理解错了 根本就没有用啊 然后从此以后呢 我们又不公佛 又不做这些世俗的这个功德啊 然后就开始 作为的大作 作为的大作呢 也搭不出什么啊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真物啊 这个真物呢 也不会从天而降啊 需要参会啊 需要这个积累 这个很多的这个福报啊 还有很多的文字呀 在这种情况下啊 才能够有这个智慧啊 那么一方面又没有这智慧 没有开悟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把世俗的这些也就丢掉了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两边都一无所有 这生一地的开悟 真物 智慧呢 打不到 没办法啊 呃 没有真物的禅丁呢 外道也有啊 外道也有 然后这个禅丁事件在场几百年啊 几十年啊 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个走遍啊 走顽路啊 那这个是一定要 那这个方面呢 因为禅宗里面这种的 这样子的解释特别多 不仅是禅宗啊 大乘佛教 大圆满 藏传佛教的这些 佛经里面呢 这种的解释也特别的多 大乘佛教都有这样的解释 但是这个解释呢 我们必须 这样子的这个文字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 自己的判断 和理解啊 这样子才是 才可以走一个啊 这个正确的路啊 这个特别的重要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 就讲到这里啊 然后呢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 大家啊 有什么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提问 请问上师 我观察自己 发现一个现象 所谓的现实生活中 我的周边有父母 妻儿 朋友 同事 等等很多熟悉的人 但是在我自己的梦里 很少能看见他们 基本上是自己 一人和一些感觉 不是相识的模糊人像 这是否意味着 所谓现实生活中 这些熟悉的人的出现 是为了巩固 所谓我的存在 是我直意识的体现 而梦境就是 就是死后中阴境界的体现 因为熟悉的人们 特别是亲人们 是无法陪同我们 走向中阴境界的 这个不一定啊 这个比如说人做梦的时候 有些人做梦呢 梦里面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 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啊 去过的地方 然后呢 有些人呢 就是基本上 就是刚才这位师兄 他梦到的这些都不是自己 熟悉的人去过的地方 都是从来没有熟悉 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这样子的人啊 还有地方啊 那么这两个是 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梦里面 梦到的都是 自己看到过的 以外就不太梦到 这个不熟悉的 这个比较少的这种呢 是这个梦的 稀奇啊 不太不太重啊 所以如果是 修梦瑜伽的话 这个断掉这个梦 是比较容易的啊 然后呢 梦里面看到的 都是从来没有去过的 这些地方啊 周边的生活当中的 这些 基本上梦不到的这些呢 他梦到的都是一些 一些一些 他的这个 让他梦到这个东西的 这个稀奇啊 都是很早很早 以前的 这个储存下来的稀奇 这这这种稀奇呢 稀奇呢 基本上就覆盖了 现在的这些稀奇 所以这个就是 稀奇比较重啊 所以呢 修梦瑜伽的时候 要断掉啊 有点难啊 就是这样子 这是可以说 这个一个是 就是稀奇比较重啊 另外一个 经常就是梦到 现实当中 就延迁的这些 那就是说 除了现在的以外 就没有太多的 过去的这个稀奇啊 那这个是比较轻啊 可以这么讲 想问问上师 您对现代科学 物理学 对佛法的解释 这个问题 您是怎么看的 比如说 现在有些科学的语言 来解释佛法 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生活在 三维空间的话 他说每增加一维 就增加无数的可能 那佛就是恩维 恩去无从大 这个比喻恰当吗 就是有一些东西呢 确实是可以揭示 佛经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元气啊 空心啊 那这些是完全是 用物理的东西来揭示 但是只能揭示一部分 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 一部分用科学来揭示 这个确实也有 特别有意义啊 有意义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很多很多的人呢 就是根本就 就不太相信 这个空心的存在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 看到的有一部分的东西呢 确实是我们看到了 但是它就是空心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剩下的这个一部分呢 它也就会觉得 这个也有可能 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啊 那我 之前呢 比如说 我有一些某些东西呢 我一直都认为 这个是 不可能是不存在 不可能是空心 它就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东西 但是现在呢 就科学就告诉我 这个确实是 元气星空 那 这个元气星空呢 就是在这些东西上啊 这样子成立的话呢 那么剩下的这些其他的方面呢 也没有理由不成立啊 那完全有可能是这样子 那至少它给它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条件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 但是呢 它也没有办法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 这个佛心啊 光明啊 还有这些 还有一些这个深层次的 这些空心呢 是这个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无理的方法来揭示 这根本就不可能 然后呢 关于这个三维 四维 恩维这样子的这个 说法呢 虽然是有很多 但是呢 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的 可靠的这个 熟据啊 我们 虽然就是经常这个 维心 抖音上面 经常看到什么 恩维的 多维的 等等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还没有一个公认的 科学节的这个 这个 至少我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这个数据啊 所以呢 这个还得要看 要观察 进一步的观察 反正佛教是成人的 这个三维 多维 这些都是佛经里面是有的 但是这些呢 我觉得 目前的科学 我觉得不太可能 可能 真实这些东西 解脱三要素 包括处理心 菩提心和正物空性 其中正物空性 是不是必须要在 做上修 在观察修宗 产生的定解 算不算是正物 这种正物 与空性的正物 有什么区别 空性正物 是否在 安住修宗 才可能产生 嗯 这个也不一定的 比如说一些 过去的这些 大德 大圆满的 禅宗的这些呢 他们很多都是 在生活当中正物了 恍然大物 然后呢 正物的原因呢 也不是讲经说法 当然是 之前是有这个 听经文法 但是呢 后面呢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这个原因 就正物了 但是我们普通人的话呢 可能是需要 打坐 就是 通过这个打坐 禅丁 坐上 认认真正的修 这样子的话 才有机会 正物 但是整体讲的话呢 是不是正物是一定要打坐呢 也不一定 但是分别讲 比如说 针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 那就是应该是要打坐的 我们平时有些 不想自己 不想打坐的人呢 就找一个借口啊 我不打坐 我在生活当中修行 那生活当中修什么呢 就根本就没有基础 基础都没有 生活当中没办法修的 请问上师 觉外明内 性相相应 可不可以理解为 我们要通过 对世俗现象的觉知 观察 分析 才能获得证悟 明心见性 因为性相是相应的 嗯 是 它的这个 比如说 一个是观察 观察 观察外面的这些世界 然后观察我们的这个意识 这些是可以观察 但是呢 佛心是没有办法观察 佛心是要只有直接去体会 证悟 这个是观察任何一个逻辑 没办法 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 只有自己啊 就这个 去 去体会 嗯 请问上师 降伏其心 就是金刚金宗所指的 不注重相 而行于不失吗 嗯 是 这些就是比如说 大摩讲的这相啊 还有就是金刚金 还有反正所有波尔江的 这些相啊 或者是执着 这些都是一个意思 那执着呢 主要是指的是 主观上面的 然后相啊 就是外面的 各种各样的 外在的 那内在的也就观念 也叫做相 嗯 他问一个证悟的菩萨 是否 是否要抛弃家庭 放弃事业 这肯定不是啊 比如说菩萨的话呢 他整个轮回 六道轮回 他都不放弃 就更何况 他自己家里的 两三个人呢 嗯 请问上师 道家所说的 道和佛家讲的 如来藏 有相似之处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这个 这个我也是我想说的 比如说有些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就是用儒家的思想 有道家的思想 还有各种各样的思想 来揭示 这个佛的 这个如来藏 佛心啊 但是这些都是不能这样子 这个佛经讲的如来藏是 这就是说完全是除了佛以外 任何一个这个宗教 任何一个其他的这个学说里面是不会有的 这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那些相识的地方肯定有的 然后呢 入世道当然也有很多是相识的地方 也有很多是融合的地方肯定有的 但是这些像这个空心呢 大空心呢 如来藏啊 那这些是 这是佛 这是只有佛经里面才有 他问如何修空性 怎么样才算证悟 怎么样才算证悟啊 这个就是大摩就是讲的这些这个 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内心的光明的啊 方面嘛 那么这些东西呢 他自己体会了 就是算是证悟了 问如何修空性 然后他这样子证悟 没有证悟的时候也没办法修的 证悟了以后呢 他就安住啊 安住于这个境界啊 持续维持 这个状态就叫做修空性 修托噶可以成就大千转红光深 那为何有一种说法是说 我们所知道的 修成大千转红光深的只有 莲花生大师和贝马南米萨 难道其他人都不成功吗 还是不为人所知呢 其他人当然成功啊 成功的人有无数的人都有 但是呢 比较代表性的 或者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他们 好 再是没有问题了 谢谢小师 好的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回乡 我们今天的 这个听经文法的功德 请不吝点赞 给我 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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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